当你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伴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廊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世间的一切都是 无常苦空无我 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涅槃即尽 一切佛法如果离开这四条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万法一切的真实的面貌 这个叫行生波罗波罗密多使 佛陀他为什么事先跪为一个转轮圣王 而要舍离这个世间 特别看到了老病死 他就马上升起了世间的逼迫感 和升起了出离心 后来到第四个门 看到一位近居天的天人 故意视线的出家人 让希达多太子了解了 世间本来就是苦 如何出离世间 来自所谓的出离轮回 才是生命的归处 但是 世间的所有人 因为无名 就像我们从小被教 要读第一名 要成功 要做大事 所以 甚至父母要我们赚大钱 买房子 结婚 生小孩 所以 就像佛教里面有个故事 有一只猴子 在找东西吃的时候 突然听到 不知道什么声音 他以为 什么野兽来了 要吃它 它就赶快跑 当猴子一跑的时候 狐狸看到也跑 所有动物看到都赶快跑 然后呢 所有动物都往悬崖旁边跑 终于到悬崖了 大家都停下来 就开始问前面 你为什么要跑 问到最前面 就问那只猴子 你为什么跑 我也不知道 我听到有声音 这个就是 佛陀告诉我们 世间每个人 都是如此 跟着别人的想法 在走 认为这个是一个传统 反正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那样 就像小时候 我拔牙齿 妈妈给我说 到外面 我说干嘛 丢到屋顶 我就问我妈 为什么 反正大家都这样 这样比较好了 好吧 那就丢吧 上面牙齿 丢床下 下面牙齿 丢床上 有时候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但是这个就是 世间的无明 要没智慧 那我们学佛 就不一样 各位 什么事情 都要 想清楚 看清楚 这个佛教里面叫 观 正观 观是音的观 观就是一种 智慧的了解 所以 诸行无常 凡是存在的 包括生命 包括爱情 包括地位 包括财产 这些你都 带不走 变化无常 就像 刚刚他们 跟我说 师父 明天 白天 停电 我就认为 正常 因为变化无常 早上我们 哎呦 赞民说 赞民说 师父 前面山寨起火了 我们很好奇 起火了 起火了 就跟当地人 当地人说 正常 经常会如此 起火了 会不会烧到这边 正常 我在想 没有错 我有一次 有一次去新加坡 整个都是雾 原来是 印尼在起火 烧田 新加坡也一直抗疫 所以对印尼来讲 什么时候会起火 不知道 因为山上太阳大 所以 天气热 我种种姻缘 反正就是会起火 跟美国洛杉矶一样 所以 所谓出家的意思 家就是一种逼迫 我们中国人写字 一只猪 被关在里面 不自由 那猪代表什么 贪 我们人因为有贪 我要爱情 我要传重 接代 我要钱 所以呢 他就组一个家庭 买一个房子 把自己呢 关好在里面 甚至也把老公 关起来 你不能外面找女人 所以 这个叫执着 我要去抓住他 但事实上 这个世间 凡事存在的 都像各位看得见的 这些香 这些花 这些灯 包括 这场法会 也是一个 无常 变化 那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思维清楚 而不是说 听说短期出家 有功德 我要来去出家 那功德 是来自于 你了解 出离心的意义 而不是 李光头 当然我也发觉 很多出家人 是太不了解 出家什么意思 反正看你们出家 蛮好玩的 在家里跟他老公 天天吵架 那就出家好了 所以 然后就住在那边 然后继续吵架 因为 他要去改变别人 他要跟他 别人要跟他配合 他看不惯 他就要骂 他不了解 这个世间 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变化 无常 苦 空 什么叫无我 你没办法 这是个夜报 你没办法去改变了 很多事情 他有一点注定好的 我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 我就是可以单独存在 主宰他的意思 这个世间 不可能 绝对 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以为出家以后就可以自在 那是说 有修行才会自在 你有把这个出离心 这个诸行无常 体悟清楚了 这个诸法无我 体悟清楚了 这个有受接苦 给你做会长 给你做助识 给你一个快乐的任何一个感受 最后一定痛苦 为什么 因为无常无我 所以涅槃极尽 唯有你的心 涅槃了 不生不灭了 对外在的变化无常 对种种的侮辱 你能够全然接受了 那你才可以快乐 快乐不是满足欲望执着 快乐 是接受他的变化 快乐是了解无常无我 而不会贪爱执着 所以念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是世间的真相 凡事存在的 包括生命 包括天气 变化无常 他时时刻刻在生生灭灭 跟天气 跟天上的云 没有一秒钟是一样的 因为一切法都因缘所生法 随时在改变 那后面这两段 才是修行的意义 来 生灭灭 即灭为乐 不再我想要了 不再我不要了 不会再起心动念了 所以阿罗汉叫无生 阿罗汉这个无生讲的是心态 心里不再起叹嗔痴了 菩萨叫无生法忍 这个法是变化无常 但是菩萨能够全然接受 叫忍而不起心动念 对外在的生命变化 他内心接受无生法忍 那你才有资格做 帮助别人的菩萨 不然你帮助别人 你会边做边骂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做事 很喜欢帮忙 就一直抱怨 老实说这个世间 哪有一个真正好的 所以那天有个女孩子问我说 师父到底要不要结婚 我说你要找什么人 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他结婚 我只能回答他 好男人可能都出家了 这个有智慧的 那你要去找一个爱你一辈子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了解 不然你就有个执着 执着感情叫情直 对不对 满足自己的想法叫我直 那你永远会痛苦 所以我想我们办短期书家 不在于这个仪式 我一直强调 我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了解 你从这边法会完了 你这个人变了 不是改变了 是接受一切 不管别人给你讲什么 你可以接受 但是你只是希望 伤害减低一点点这样而已 你不会考虑自己的问题 但是别人勉强 你还是接受 因为这是他有他的姻缘 离婚了 小孩子属于太太 还是属于老公的 当然你希望不要离婚 就算离婚 希望小孩跟你在一起 但是结果怎么样 你都可以接受 你不会在那边哭啊 闹啊 委屈啊 因为你知道这是无常的 他有姻缘果报的 该属于谁的 好像也跑不掉了 因为只有他的前因后果的 我讲这个是 希望各位一定要好好思维这个道理 不然呢 哪一天你想要出家啦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家 然后你还是烦烦恼恼 所以我出家虽然没有很长很长 但是将近快三十年了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 特别是出家人 甚至是大部分都是比丘尼 我会觉得他们有时候比较苦一点 为什么 就是执着 烦恼 甚至 来跟我说 师父我女儿要结婚了 然后我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要回去啊 参加婚礼 我说你带个假发去吗 你去干嘛 跟你有什么关系 然后